萬眾期待,各位觀眾,MOTO-G 我們一早已經試玩過MOTO-G 但Miru機正式來到香港行貨登場時 我們都是見證下的 為何我們這一部手機 會有一個紅色的View Cover 其實這個是官方配件 賣二百多元,但它是有一個磁石開關 所以一開的時候就會自開機 當然啦,要開這一部的話 一般來說就只開螢幕 如果真的一開這個Cover 就是補珠解面 就要關掉螢幕才行 規格上也是跟之前的 我們同手玩過的版本差不多 就是在行Android 4.3 很快就會升4.4 官方都說 還有它會有一個4.5吋的七營機螢幕 仍然是我們看上去的一個不錯的質素 對比度是頗漂亮 顏色也頗鮮艷 我開始覺得也是不錯的 這個Cover可以換 跟機來的時候 也會另外送一個背蓋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可以金螢的背蓋 看看背蓋是否有什麼 拍開背蓋之後 我們會在這個位置 拉下來這個位置 各自有一個SIM卡的插口 這部機來到香港的時候 會有一個雙卡雙待的配置 其他配置方面 一個Snapdragon 400處理器之類之類的 以及相機 都是跟之前我們同手玩過的版本沒有分別 實際用 也都試一試它的相機解面 相機解面其實非常之簡潔 基本上看不到什麼設定 但是我們橫向它的話 可以看其他東西 我們在這裡拉過來的話 就會看到一個setting menu 它的好處就是 不需要在這裡拉才可以選設定 在這裡拉也可以 方便你在這裡拉過來 這樣拉過來 然後在這裡選設定 到你看到他們想選擇的東西 才拿手指去按 非常之不錯 而且有這個 很多年都在用這個 叫Drag Focus 的對焦方案 拍照的話 它可能會慢一點 因為我剛剛開了這個HDR的模式 HDR的拍攝速度大概就是這樣 轉回一個不是HDR 再拍攝速度 再拍攝速度 這樣就會快一點 簡單弄手玩 覺得它整體的操作等等的東西 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做法 當然了 以港幣1898的價錢 一個這樣的規格的機 它送到一個行業 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價錢 始終是一個中階的規格 低階的價錢 當然了 你說它的性價比 當然沒有紅米那麼誇張 但是 多少 如果大家對於外國品牌的造工 或者MOTO的通話質素 有要求的話 MOTO G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心想不太喜歡 謝謝